旁人的本土疫情持续延烧 人本歌友会的传播链 四驾又新资了两名确诊个案 其中一人是先前公布的 歌友会会员计程车司机 她的女友 在6号被匡列一彩阴性 不过已经先被隔离了 因此她现在出现确诊的情况 对社区是没有威胁的 不过另外一个令人担心的 就是计程车司机女友的小孩 她现在是在瓦城餐厅当厨师 因为没有跟确诊司机同住 非亲密接触者 所以当时只被列为 自主健康管理 而这段时间 她其实都还有到餐厅上班 没有想到在12号发病 在今天确诊 就怕会对社区 造成进一步的传播风险 好 原本土疫情 扫进银行餐厅 疫调框列还没完 没想到上周的歌友会传播链 又再爆出两例确诊 先前公布的歌友会会员 计程车司机冉逸 14号新增她的女友 按17806 原本6号一采阴性 但因为是亲密接触者 还是被隔离 12号发病 14号确诊 而司机女友的小孩 按17770 在瓦城餐厅当厨师 7号一采也是阴性 当时只列自主健康管理 她依旧照常上班 12号却出现症状 确诊后CT值20 病毒量不低 外界质疑为何当时 这名厨师没有被隔离 而是只有自主健康管理 这一类网注意 很有可能在社区 有可能会引起的传播 这有些人他可能一开始 接触病毒量其实不一样 或者他宿主本身的身体的状况 比较有差异 这些都很有可能会影响 潜伏期的时间点 三天内感染期 当作一个会列为 居家隔离的对象 超过那样的一个传染期之外的 我们会列入自主管理 当时疫调只对染疫司机 可传染期的三天内 接触过的人进行隔离 司机女友的儿子不算亲密接触者 也没有同住 可传染期的接触时间也刚好差一天 因此一采阴心后 只被要求自主健康管理 现在出现破口 未来是否要扩大匡列人数 本土疫情多点爆发 要阻断病毒传播链 疫苗匡列还得更周全 节目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